一大圈十二叠大寿金子 把两个杯团团围住 仔细看有一个杯 竟然是卡杯 彰化分云香的宝藏寺 六月一日晚间七点多 有信众到四里参拜地藏王菩萨 宝藏的时候先植出醒杯 随后第二次宝藏就植出卡杯 神奇的事情立刻告诉工作人员 我们冠军用军权 把我们发出卡杯的围地先来围起来 让我们一种好害去 宝藏寺从清朝康熙十一年至今 已经有352年历史 而这是建设以来首次出现卡杯 庙方更说从六月一日开始 到六月三日早上 期间超过三十个小时 至少出现两次有感地震 卡杯仍然屹立不摇 尤其卡杯不是站在瓷砖的缝隙 而是立在瓷砖的光滑表面上 难度更是大增 因此庙方直呼这是好兆头 肯定要有好事发生 这也可能算一个好的结局 没有比拔出十八的神杯的记录更加 庙方说不会去动这个卡杯 会让他一直维持原状 顺其自然 看能维持多久 拔杯直出卡杯实书罕见 不过信众反而笑说 这样有点看不懂 希望神明能给个清楚的答案啦 记者陈顺人 韩志鑫 陈志茂 黄萌俊 彰化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